如龙照隐约,若笔不自闻,义法不修心,道闻也柔诗。 这是第七首句诵,比方,比喻是第六。 比如说,有一个耳朵笼的人,笼子,耳笼的人他会照约,他对隐约他有功夫,也许是他耳朵不笼的时候就学会照约了。 那么等到耳朵笼了,他照样会照约,纵然自己听不到啊,他照样会照约,假定世间有这么一种人。 这个耳朵笼的人,他会照约,约比不自闻了,约欢喜了,比别人了,其他的听众了,听到照约的人了。 别人听他照约,照得这么好听啊,好听哦,很好听,哎,大家都听到这么好听,他自己呢,牛汤斗磨,磨,为什么? 他是笼子嘛,他自己耳朵都笼,哪都听不到,听不到啊,那你自己照约照出来,他自己听不到,再好听也是别人在听啊,别人在听。 啊,约笼一字一句也没听到,这是笔房,一发不修行,啊,多文一如诗。 你在佛法上 懂得佛法而不修行 只是多文 那么多文 不去修行 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利益 好像使别人欢喜一样 自己得不到利益 那么这个情况是相同的 他这个意思 是说 你会佛法 你懂得很多佛法 佛法你虽然是懂了 可是 你说这人家听啊 方法也很好 例如说 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弄些 使你好高兴的笑一笑 我说的方法也不错 那么 假如你竟是让别人高兴 听到高兴 好笑 欢喜而已 过了之后啊 没事了 大家对佛法没有印象 这样子 天众当时虽然欢喜呀 得到极大欢喜吧 那么可是过了之后啊 大家对佛法没有真实的利益 这样也不好 也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 您说法教人听啊 要使人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最起码这一座经听下来要知道这一座经内容讲什么 你不要静止说些故事让人听听高兴 嘻嘻哈啦 或者是有鼓掌部罪在鼓掌 那么当时蛮热闹 听众很多 很热闹 那么鼓掌啊 差不多三分钟一次 五分钟一次 鼓掻嘻哈啦 等到法会过了 讲过了 大家回到家里去 你问他 你听到什么 万魔哉嘞 他虽然是当时好像看戏一样 看演技 看外台戏一样 蛮热闹 过了之后啊 没意思 他们不了解佛法 过了就没事了 这样子 死人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纵然说的好听啊 死人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虽然也不能说不好了 可是还是不行啊 因为得不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啊 二十几年前 人在办乡下部教 那个时候会说法的人也少 乡下普通一般讲佛法 那当然是更少 那么要引导乡下人来听佛法 他这个部教的人是想出一个方法呀 用什么方法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啊 那大概就已经有 有三十年了 已经是三十年的事情了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他弄一个小卡车呀 车上嘛 有个小小的 这个放电影的这个机器 他弄一个小白的布墨一墨 挂在这个车子上 那么也弄些隐约 那么要引导这个乡下人来听佛吗 他就把音乐一放啊 那楼骨悬天啊 人就出来了 出来嘛 就电影就放了啊 放一段的小电影啊 讲一些忠孝节意志之类啊 那个电影一放嘛 又好看了 大家又出来看了 哎 你把电影关起来 法师说法了 演讲了 一演讲啊 跑掉了 跑掉了 看不到人了 哎 那为什么 他是来看电影的 他不是来听佛法的 他也不知道你 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法的 等到你在说法 在演讲的时候啊 慢慢开溜了 一个溜一个 慢慢溜到最后 没了 你锣鼓一响 哗啦哗啦 他又来了 又来了 一大堆又来了 尤其小孩子更多了 他听到这个锣鼓声 他知道又要放电影了 他又来看了 电影一看过来 你一讲他又跑了 讲就跑 锣鼓声一讲他就来 哎 我觉得这种的步骤 什么意思啊 怕滚逃北锅以后 跟那个差不多 人家还有有高药好卖 我们连高药也没有 只是让人的高兴一下子 过去就没了 我觉得这种的步骤方法 也不怎么理想 哎 啊 那么因此 呃 这就好像啊 笼子照音约 他喜欢听那个好听的 呃 听过了就没事 啊 那么如果你只是说 多一些人家听得很好笑 过了没有意思 呃 不知道内容讲什么 这样子啊 死人得不到真实的佛法利益 也不理想 所以 这就好像这个 一方不修行 多文一如是 一方面 比方自己善说 而不修 一方面 只说人家听好听 死人家得不到真实利益 都是不理想 说法 如果太严肃了 呃 都是规规矩矩 做的端端正正 讲的人 眼观鼻 鼻观心 哦 就是 完全是禅定模样 呃 那么大家听起来这么严肃啊 呃 很快就要入定啊 呃 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听啊 他听法听不进去啊 呃 那么看到这个讲法的人嘛 仍然是好像木雕的佛像一样啊 呃 这样子他们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啊 那么你必定要稍微活动一点啊 要活泼啊 那么要说像从前辞老啊 他演讲真是又演又讲啊 他边做边讲的啊 他讲到高兴处要跟上一层楼啊 他跳上桌子上 把袈裟拨了 他也无所谓 他呃 要跟上一层楼 他真的上了 上到哪里啊 上到那个桌子上 到那个讲台上去 哈哈 他有这么调皮 嗯 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啊 人家才不会爱困啊 才不置疑入定啊 方法很好 呃 但是 他还能很有内容啊 让你听下来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啊 他的内容啊 你听过之后能够得到利益 不像是现在有些只是鼓掌部队呀 哗啦哗啦 哦 嘻嘻哈哈 过了没了 这样子就很可惜啊 这好像笼子照隐约一样 第七个比方 看出经文了啊 你不要看我了 看经文了啊 如芒 慧众相 是鼻不自见 一发不修行 多文艺柔事 前面是说笼子 这是说瞎子 眼睛看不到的 芒 眼睛看不到的 啊 慧众相 呃 这个慧子啊 跟狮子旁一个慧 说话的那个慧 开慧的慧的慧 相同 啊 这里写成跪子 跪子啊 狮子旁 跪子 跟狮子旁慧 慧子 相同的 啊 同样一个字 啊 你去查字典呢 呃 他在这个字下面也是注 啊 跟那个狮子旁一个慧 开慧的慧 呃 跟那个字是相同的 就是绘画 嗯 画画的 就写这个字啊 例如一个盲人 眼睛看不到的 虽然眼睛看不到啊 他可以画像 这很特殊了 呃 也许也许是 他眼睛还好的时候 能看得到的时候 他是个画家 他会画像 呃 那么眼睛看不到了 他照样会画 呃 罗蒙 会中像 他画种种的形象 三十一啊 人像啊 他都会画 是比不自见 呃 是比 比 别人 啊 那么 把这个画出来的像啊 让别人看 呃 是比 就给别人看 不自见 因为他自己是个瞎子啊 他自己是个瞎子 当然他见不到 他看不到啊 只叫别人看得到 而自己看不到 啊 依法不修行 多闻一如是啊 啊 你在佛法上 只是多闻 啊 直觉而不行 啊 没有真实修行的利益 跟那个瞎子 忙 会画像一样 呃 画出来的像 虽然发得很好啊 可是 只叫别人看呢 你自己完全看不到啊 这个比方 跟前面笼子的比方 不是很像是吗 不一样 用意不一样 这个比方啊 是比 只在文字上 看得很多啊 意义不神通 不解忆 啊 只懂 只懂得文字 而不解忆 对他的经文的内容的道理啊 他自己不能了解 啊 前面是约教 文字方面啊 你会说 只说得很好听 而自己没有修行 也使别人没有得到正式佛法利益 啊 这里是说 在教下 所显现的道理 意义 啊 这一句话里面 它显示的什么道理 啊 佛法 一句话里面 包含无量无边的道理 啊 所以 这个 所谓 这个四五爱变里面 有义五爱变 啊 像这个佛佛在世的佛弟子当中的啊 朱利盆头切 啊 他是解忆第一 啊 他能一句话说成无量的道理 啊 那么他只是懂得手口设意 啊 这个手口设意 深模范 手口设意深模范 啊 如死行者的度事 啊 他只知道手口 啊 呃 设意 使身体不要做违反的事情 啊 手口设意深模范 啊 他凭这一句话 他能讲出很多很多的道理来 横说 竖说 啊 啊 这个直说 啊 那么前说后说 他能说出很多很多的无量无边的意义来 啊 这是文中 能解内容的意义 能解意 现在这个虾子画香啊 是比方他没有真正了解佛法 文字上读的很多 啊 在文字上啊 他好像懂了 实际上内容的含义 内容的道理 他不了解 他还是不懂 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啊 你只把文字念出来 接着你家听 啊 自己对意义上帝还没有真正的了解 别说是修行啦 啊 这个实际上还不够叫做多文呢 方便称他为多文 就是在文字上他读的很多 我俗家有一个唐俗啊 日正时代啊 他不愿意读日本书 他那个时候还可以教唐书 那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啊 呃 最起码 呃 有六十年 呃 从他读书开始算起来 那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七十年前了 他读唐书啊 读多少你知道吗 他读了七年书 读七年 读下来的书 每本都够背啊 啊 那个书啊 两箱子满满了 他自己挑不动啊 挑不动啊 书读的很多了 子月子月他读的很多 统统都够背 可是你问他里面讲什么呀 他就莫名其妙了 啊 他就不知道了 怎么知道他里面的文具不知道呢 古代读书读死书啊 只是背 啊 背的滚瓜烂书里面的文具里面说的什么什么道理 没有讲说 没有讲说自己没有开盟不了解这个文字 结果就不懂啊 书是读的很多了 可是内容不懂啊 因此啊 他读了七年书啊 他如果写信 他自己不会写啊 都爱给拜托人 啊 他读了七年书 他自己不会写信啊 碰到需要写信 那个时候没电话了 普通老百姓没有电话 公家有了啊 那 他如果是要写信啊 都爱给拜托人啊 他自己不会写 为什么不会写 因为他只是读的书 把那个书一个字一个字读得很熟 那么内容不懂 因此他就不会写信 写信就得去拜托人写 那么这个盲话重向啊 那么呃 只叫别人见而字不闻 就好像读的很多书 而文字不通 不了解内容的意义 写信还有拜托人的情况一样 这是说 你在文字上读的很多啊 甚至一部大藏经读的滚瓜烂书 呃 可是内容讲什么 他不知道 呃 你们平常都会唱炉香战吗 呃 炉香炸热 炸热 呃 这个 一直到诸佛海会西摇文 呃 随处见详云 呃 里面讲什么你知道吗 懂不懂啊 读是读得很熟了 意义不知道 呃 那么平常你早晚功课 也背得滚瓜烂书啊 呃 那内容你懂吗 不懂 不懂就跟这个情况一样 只是读文而已 里面的道理不去呃 求懂 呃 也是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所以就说 一发不修行 多闻 一如是 呃 实际上这个比前面笼子还有更差 第八个比方 第九首居送了 比如海船师 而于海中死 以法不修行 以法不修行 多闻 一如是 呃 海船师 在海里 做交通事业的人 他一天到晚就在 开船啊 古代是 唐尊啊 他照样也要有 斗手啊 呃 他就在海里呀 替林 替别人做这个过渡的方式 呃 帮助人过渡啊 一天到晚呢 从此岸到彼岸呢 开船 让人进进出出 呃 那么他一天到晚在海中忙碌 开船 让人过渡啊 比方有这么一种海船师 海船师就海里开船的 斗手啊 呃 一天到晚在哪里开船 让人 由此岸到彼岸 由彼岸到此岸 呃 他一天到晚忙 一生都是做这种工作 做到最后 彼此没有封了 才停下来 而于海中死 就在海中 做这个渡船的事业 结果呀 就死在那个地方 呃 这个比方 知道佛法而不修行的人 呃 持多文 呃 情况也是相同 多文 一如无私 这也是开解我吃的药 啊 也是指啊 帮助别人 而自己不去做自修的工作 情况相同 啊 说法的人 说法的人一天到晚把佛法 好像录音带传进 啊 听众 他自己像过录音机 啊 说法的人像过录音机 把佛法好像从录音带 从他的录音机过去啊 啊 传出声音来 让别人听到得到佛法的利益 而他自己 而他自己 因为这个音质 从他的录音机里面经过啊 他得不到受用啊 啊 他一天到晚就是做过度的工作 啊 为别人而忙 啊 那么他自己没有真实下功夫 结果最后啊 就做这个工作到最后 无福挨栽 啊 那么 小的度人做导师 应当也会自度才对的 可是 往往有这种情况 一天到晚做帮人过度的工作 而自己没有办法度 啊 你把众生从子 此岸度过彼岸 一船一船度过去了 啊 他自己 还在此岸 啊 因为他送人过去之后 他又回头到这边来 那么一天到晚做这个工作 他自己并没有打算要到彼岸 啊 因为他目标就是专做度人的工作 专做度人的工作 利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可是 你既然是初学的反 蛮夫啊 自己也得修行啊 自己不修行 那你只叫别人到彼岸 而自己在此岸 啊 那这也不是办法 这是指的初学菩萨啊 要先充实自己 他这个比方 教导后人 你初学初发心的菩萨 要先充实自己 先自利益充足了 充实自己 然后再来做利他事业 假如你只顾着做利他事业 自己没有得到佛法真实利益 并不是说不好啦 蛇吉利人是好事啊 但是你 你自己不修行 万一你的烦恼 升级现行啦 那你就要堕落 会有这种危险啦 啊 那么有些人 他喜欢说是啊 就做度人事业 菩萨就是要度人吗 啊 呃 欧南尊者在 《愣眼经》里面 他开悟之后 他也说啊 佛常说嘛 自卫得度 先度人 则菩萨厌世 菩萨就是要先度人 后度极 可是这个菩萨 他不定自己已经度了一部分 也就是说 他的烦恼啊 纵然没有度 他能够俘获 把烦恼扶住 不要让他升级现行 他有这个能力 他自己能俘获 不止烦恼升级现行 啊 那么纵然专做度生事业 他自己还没有了生死 他照样可以做 因为他有俘获的能力 能够压服烦恼 让他不会升起来的 有这个功夫 这才可以 那你自己没有俘获的能力 自己的烦恼照样会升级现行 那虽然你在做度人事业 那么这样子啊 有的时候 自己在烦恼升级出了问题了 会因此影响到你所度的众生 例如有些人 他虽然自己也一向做度人事业 可是未免因为烦恼没有度 又会经常升级现行 犯了过错啊 就会连带到这个被度的人 受到烦恼了 所以因此之后 他这个比方是劝 你发心要度人啊 你最起码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 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 他说出发心菩萨 不能离开佛 要常亲近佛 要求先把自己的烦恼降服 不能一下子就去做度人事业 假如出发心菩萨 你不许亲近佛 一下子做度人事业 这个好像一个海 一个大水塘的水啊 到了冬天恒冷 零度下面是零下三十度吧 那个水塘里面的水统统变成冰了 一水塘的水变成冰 那么你提了一桶的热水 开水 泼下去 打算要把这一海塘水啊 一水塘水 让它融成原来的水 可能吗 不可能 你这一桶水的热力 泼下去啊 上面会融化一部分 会融化一部分 结果你 等到你这个热度凉了 连你这一桶水也被铜化啊 也变成冰了 不但没有办法 把这个水塘里面的冰变成水啊 连自己也变成冰了 这个话怎么说呢 你没有常亲近佛 自己的定力不够 不能降伏烦导 那你去做度众生事业 往往被众生度去了 这是比方 想要度众生 结果被众生度去了 世间上这一种人并不会少 发心事很好 要度众生 结果自己没有度好啊 自信众生没有度好 结果被众生度去了 这就好像海船师 一天到晚度人 结果自己在海中死 情况一样 那么就是自己烦恼 不能降伏啊 结果遭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真有修的人尚且不敢专做度人事业 而是妨碍到自己 何况是根本自己还没有修行 只是懂得佛法就做度身事业 有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的 随朝的智泽大师 天台中 大臣天台中的智泽大师 他临江要离开人间的时候 他的弟子请问他 大师男女一生度人无量 不晓得你现在你的地位是属于哪一种啊 那么智泽大师说 假如我不做度人事业 当我自己修行的话 我能进六根 就是能够到十柱位的初柱以上 能六根心情 能进六根 那我因为我一生啊 竟是做度人事业 做化他事业 那么就对于我自己的修行啊 有所不够了 因此我现在直到无凭而已 智泽大师真正有修的人 尚且是因为他一生注重在领重修行 那么就谎碍到他自己的修行啊 不能死 正到初柱以上的结位 而只能在无品位里停留 何况我们初学凡夫 一点佛法都还没有入心 那更是要注意了 所以佛仪教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啊 比如大兽 种鸟挤子 上有枯着之饭 枯着之饭 大兽很大的一颗兽 假如很多鸟都继续挤在这个兽上 这个兽子都会这断啊 何况是小兽 我们刚刚生长起来只有能配合啊 这种的小数 你那么好多鸟 聚集在你身上 你不倒下来才怪呢 所以必定要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大兽 成为大兽 尚且有枯着之饭啊 何况你还不是个大兽 你这个意思就是 要自己先要好好的充斥一番 充斥一番以后啊 然后再来做自立立他的事业啊 那么呃 这样子才能够不至于损失到自己的前途 也与众生有真实的利益啊 我从前亲近慈行老法师啊 慈劳经常都会呃 说要努力自修啊 随缘化他啊 随分随利随缘化他 杜众生事业 菩萨道应当做 但是随顺因缘 由杜众的因缘 我们不妨做不请自由来做杜众生事业 假如没有的话 应当要好好充斥自己啊 好好努力进修 那么这个这个据送他的比方 海传师的比方啊 就是劝导出发菩提心的人要注意先充斥自己啊 那么现在有些呃大的他在提上呃他说那些呃一发心呃出家就想要自己修行而不发心度人的人他在何止他说这样不对是小胜实际上也不然呃呃呃假如他不自己先充实的话他怎么去度众生呢 先做充实事业这是应当的古代的祖师啊都是水边淋下掌养圣态 开悟以后还要水边淋下掌养圣态 然后隆天推出才去啊这个住在一方啊做红发事业 不是像现代人啊啊 那么这个只学了两天佛就要度人哪有那么简单 必定要先把自己充实好了有真正的定力功夫 然后做度人事业才会有自他都有真实的利益 他这个比方用意是在这里 最后一个句宋 也就是第九最后一个比方 如在四句道 广说众好诗 内字无实德 不行一柔诗 好像有这么一个人 在四句道 句 是大路啊 四句有十字路口 十字路 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通 这么一个大大马路 就是十字路口 您在十字路口 广说众好诗 就是在十字路口说发给人听啊 说很多很好的话 让别人得利益 说很多话 可是内字无实德 这首句宋跟前面不一样 三句是比方 最后一句不行一柔诗 才是法和 才是活法 他这首句宋的用意啊 是说 你只会说 没有充实自己 只会说 只会结而自己没有充实 内字无实德 这句话特别要注意 特别要注意 你自己内心没有真实的功德 就是显示你的修持不够 自己没有真实的修行 你很会说 说得大家都听得很好 广说众好诗 这个众好诗 指所说的佛法 说得很好 善说 那你很善说 说得很好 让大家都听得很欢喜 可是啊 你自己缺少修行啊 那你自己内字无实德 没有真实的自修的功德 自己缺少自修的真实功德 这样子 那你只结而不行啊 不行一如是 你看这个不行一如是 就可以知道 他不是说多文不好 是说不行不行 你不去修行啊 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这是一再劝导学佛的人 结要行 以结导行 要结行并进 用结来领导你修行 自己结的 要自己是真实去体验 自己也要好好的学习去做 那么只叫别人做 而自己不做 这是说不过去的 这必定自己说多少 也要做一些 那么然后 那么使大家都知道 你也在做吗 那么我们跟住 当然也就做 从前我在石头山啊 有一个老修行 做苦工的了 一天到晚做苦工啊 他做苦工啊 挑担子啊 很辛苦做苦工 那么他因为他做苦工啊 修行的机会 当然就少了 他在修福啊 修会的机会就比较少 而变成一种习惯 也不肯用心啊 一天到晚就在做苦工 上山下山 挑东西啊 为他大众服务 本来是很好了 可是他缺少自己用功 平常不曾听到他念一句 阿弥陀佛 除掉早晚功课随众之外 他自己啊 并没有在修行啊 不过因为他做苦工 做了多年了 村子里面也有人看到 这位老修行很了不起啊 他一天到晚做苦工啊 只凭他这个苦工的福德 就不可限量了 因此就有一个老太婆啊 看到这么一个做苦工的老人 就发心学佛啊 就来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 他那个时候 一般人都是认为拜师父啊 他想 我要拜哪一位师父啊 他就想想 我拜那个做苦工的师父 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做苦工啊 天天都看他挑担子上山下山啊 他只住在山底下 天天看到他 所以他很尊敬他 因此他归一就拜这一位做苦工的 老修行啊 做师父了 那么这个老修行做苦工的 他都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啊 你知道他怎么劝他 你要好好念父啊 要多念佛呀 他自己 我们不曾听过他念佛 他可会劝他的弟子念佛耶 啊 这就是显示 自己不休息 只劝人念 这不大正缺 啊 那么他的徒弟 如果知道他没有念的话 他就会反问他 你你自己就没有念 你叫我念 会变成这种情况出来 啊 好的 他的徒弟不知道他有没有念啊 因为他不住在寺庙里吗 他也没看到啊 只是看到他做苦工啊 他尊敬他 那么就是呃 故意就是拜他做师父了 那么结果他也蛮好啊 会劝他念佛 会劝人念佛已经很了不起 很好 他做苦工的人懂得劝人念佛 这已经很了不起 可惜的是 他自己并没有好好的念啊 那么这就变成了呃 广说众好事而内自无实的 就变成这种情况 用意就是要呃 劝导这个说法的人 做度人事业的人啊 要自立啊 要又充足自己的这个充实 自己的道行啊 品德充足 然后你做度人事业啊 众生才会接受啊 这是最后一首剧终 前面九个比方啊 配合前面的啊 呃 这个文书所问的 谁 谁引起的十一种烦恼 也可以把它配合起来 呃 他都有配合前文的问话 而做大复的用意啊 第一个比方啊 啊 如人水手飘 据你而喝死 一方不修行 多文一如死 你水 水可以比方做贪爱水 爱活千吃浪啊 啊 水可以比作贪爱水 这就是对前面的水 这就是对前面的水 水贪 啊 前面他这个水生起的 呃 旧烦恼没有断 又随着生起心烦恼 啊 第一个水贪 俱逆而渴死 这个比方 正是对主 这个水贪 而说的 第二 呃 第二个比方 如人顺美 美善 自恶而不食 一发不修行 多文一如是 准备了很多饮食 自己不吃 呃 呃 让他受恶 这就配合前面的 呃 随烦恼里面的水贪 随贪 贪令的贪 呃 这个偶尔不食 就是比方这个贪令 呃 呃 不自食 来比贪 就是 大夫前面的水贪 呃 呃 第三种的 呃 比方 如人善方要 呃 自己不能救 一发不修行 多文一如是 呃 有病不能救 就是比方有极度心 而不消除 就是比方前面的 十一种水烦恼当中的 十一极 极度的极 极度的极 呃 结果就好像自己懂一方而不能救情况 一样 呃 那么 其次 呃 第四个比方 如人 素他薄 自无半前奋 呃 依法不修行 多文一如是 这就是好像 随惨 呃 随烦恼里面的随惨 惨妹的惨啊 呃 那你只是一天到晚在算宝 好像是惨妹心一样 哦 你看我这里很多宝啊 呃 就好像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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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妹 呃 所以这是对着随惨 而说的 第五个比方 如有身亡功 而受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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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不修行 多文一如是 这第五个比方啊 比方这个 随称 称恨行 呃 跟这个随愤 随烦恼的愤 呃 愤怒的愤 呃 呃 随称 随愤 呃 那么 为什么拿这个比方来说呢 因为他得罪国王吗 得罪国王 国王必定是动称恨行 呃 国王动称恨行 愤恨呢 就把这个王子关起来 让他受饥寒了 呃 所以这个身亡功而受饥寒 就是随住前面 随称 随愤 呃 有这两种的烦恼 呃 前面都是一种 这里有两种 呃 因为一共有十一种啊 这里只有九个比方 呃 这第五个比方 王公的比方啊 呃 呃 呃 积寒的比方 就比方你随称恨心 呃 生起烦恼 随愤怒心 生起烦恼 呃 呃 第六个比方 如龙照音约 愿彼不自闻 一方不修行 多闻一柔事 这就是比方 呃 随住前面的随烦恼当中的 随福 呃 随福 呃 福是盖福啊 呃 自己一无过错 不发落忏悔 反而盖福起来让人知道 这好像言而盗铃啊 呃 龙子不是 闻不到吗 龙子闻不到就是比方 呃 你自己一无过失 不肯发落忏悔 而把它服藏起来 这好像言而盗铃啊 呃 你想别人不知道吗 实际上别人照样会知道 呃 这是随福烦恼而生起的 呃 而说的据送啊 呃 第七 若盲会众像 事彼不自见 呃 依法不修行 呃 多闻一柔事 这是比方前面的随吃 随吃 鱼吃的吃 呃 那么 盲 瞎子画像 呃 这就是比无名啊 看不到嘛 是比无名 吃就是无名 所以这个 这个如盲会众像 瞎子画像 就比呃 由前面的 随吃烦恼而生起的 呃 说明这个盲无见了 来说明这个随吃的无名 所以呃 比无名烦恼 没有福 而呃 这个直了解佛法 不能修行 就好像呃 瞎子画像一样 第八 比如海海传师 而于海中食 依法不修行 多闻一柔事 这就是随慢 随慢 由前面的随慢烦恼 生起的 这个呃 对峙的文字 说明这个文字啊 好像海船是一天到晚 在海里渡人吗 那么就会有这个 傲傲慢的心情 你看 我都了不起啊 一天到晚都在这里 开船 让人呃 此安彼岸 呃 登彼岸 那么因此他这个慢心 就回升起来 这是对峙慢心 因为对慢心 而说这个比方 最后刚刚说到的 一首句诵 如在四句道 广说众好诗 内之无事的 不行一如是 这就比方这个随狂 随狂 无的 呃 那么有一个随恨呢 就包含在前面的随称随分里面 呃 那么第五的这个随称随分 就包含随恨 有三种含为 呃 和并为第一 呃 为一个 呃 三种和为一个 呃 这第九 就是随狂 狂是欺狂啊 你只会说 自己没有做就好像欺骗人一样 内无实德 只是欺狂别人啊 呃 这好像呃 很会说 四句道里面 很会说 呃 但是自己没有实德 就好像狂人一样 欺骗人一样 呃 那么所以 你看他这个九个比方啊 这对住前面文书的问话里面 那么随身旗的十一种烦恼 一一来加以说明的 总而言之啊 他的用意 要人 结 行 同时并进 要认真修行 这样子才能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 这佛法 重实行 啊 不去真实修行 啊 只说说 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啊 那么随份随地选一个法门 好好的去修修学 啊 那么如果有正知正见又有正行的话 那么才能够断烦恼了成实 那么第七个 啊 第七章 就是正行审神 讲完了啊 后边第八 就是住到省身 啊 第八 是住到省身 前面的正行就说你要发行真正修行 啊 呃 定一个法门为主啊 努力进修 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后边讲六度 讲四等啊 说明要住行 有正有助啊 这样子才能圆成佛果的万德 所以下面第八 这个住到省身 呢 我们下次再讲啊 呀好 呀好 谢谢观看